让手机,单独一个屋睡,她也到了,和大人分开睡的年龄了,一,在妈妈眼里她永远都是个孩子,二,不行,她哭了我还要揉揉眼睛,跌跌撞撞的去看她,三,不可以,她还小,妈妈不允许她单独睡觉。 四,命根子和身体玻璃,要下定多大的决心啊?五,她年纪还小,离不开我,六,她长大了可是我还没有,七,不行,我的手机宝宝才两个月,我不放心她一直手机睡,八,看着前面一个个当妈的担心孩子,我就不一样了,我是个宝宝,我怕黑,需要手机来照顾我,九,手机放在阳台充电, 然后每天抱着iPad吃鸡到半夜,声,说出来,你们可能不信,每晚都是手机拉着我陪她考夜的,十一,上次手一抖,手机屏幕摔碎了,是不是犯了未成年人保护法,会不会坐牢?十二,一岁都不到那么小,就让自己睡饿了,怎么办渴了,怎么办当妈的心疼啊?十三,不可以,我的手机泡黑。 十四,我半夜掉下来买,她一夜如此离开我,她真的活不了啊。 十五,绝对不能单独睡,会着凉,三亚到航海会讲旅游会议公司,来三亚找我就对了,微博,atv可为三亚会讲旅游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